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介绍 Virtual Word 那当然主要是以Second Light为主 那这Title里面有Mesh Up Mesh Up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就混搭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再说明的了 那这张图片我们上礼拜看过 我们这门课叫线上游戏和动画 那这个游戏跟动画跟这个线上 各包含了很多的背景 有技术上的背景 有这个经营上 有管理上 有这个甚至还有这个文化社会的这些背景在里面 那就游戏而言 3D modeling很重要 然后我们如果要用技术面去看它的话 作业系统、网络、效能这些都很重要 开发的话程式设计少不了 所以是一个综合的 那今天我们要 看的就是我们要工作的环境 工作环境还有工作环境的演变 那大概会谈几样东西 前面第一个部分 会很快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 web 2.0的背景 跟这个虚拟世界背景 只要他web 2.0就不得不谈到云端 虽然这两个东西是web 2.0大概是五六年以前开始 2005、2006年的时候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就开web 2.0的课程 云端的话大概是 云端很久了 但是云端最近这两年特别的 这个被大家注目 那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呢 因为我们要用的虚拟世界 或我们产生任何一个线上服务 对使用者而言 就是一个在云端的 那这个虚拟世界的服务 如果要跟外面的服务在联络的话呢 是要用的主要的技术或观念 或你要经营一个3D的游戏 线上游戏 那你用到主要的观念呢 事实上逃不了web 2.0的观念 虽然这两个字 这web 2.0跟cloud这两个字 现在都已经变成是所谓的buzzword buzzword就是说 在你有时候好像一直在想的这些字 web 2.0事实上 有的时候你用它反而会 可能有负面效果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里面有一些重要观念 对我们如果要开发 或经营或管理 这个一个3D的线上游戏的话都很重要 那这个所以虚拟世界概念也会介绍一下 然后呢 当然第二个小时 第二个小时 我们就直接就到secondline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大家有 朋友有没有都注册了 还是 还是 还没有吗 这个 你要上去用一下 不然的话这个 我们等下来的时候 就可能来不及 使用的话会有使用的压力 好 那 那一开始这一张图 是我常常会用到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谈到那么一大堆新名词的时候 就是 就跟现在跟未来有关 那预设未来的这个 那很多人 都会预测未来 预设未来一不小心就会 就会这个 说错话 那这个 那这个是几个著名的 有一个网站专门在讲这些 在 在像 像这个 IBM前几天 刚刚这个出来的那个门讯叫Watson 大家不知道Watson是谁 Watson就是IBM的创 的这个创始人 他1943年的时候 他全世界只需要五台电脑 他第一台电脑出来的时候 然后那1970年的时候 他说 这个DEC DEC这个公司引导了 Digital 那很重要的一个迷你电脑 他1970年他说 这个 家里根本不需要 家里没有用电脑的必要 那这也错了 1981年的时候 Bear Gates 他创微软的时候 他说 记忆体 任何这个电脑 记忆体 640K就已经够了 那这些都被别人记下来了 记下来以后 大家翻译说 预测很难预测 对的了 那更早很多很多了 那个 贝尔 贝尔在发明电话以后 那他到处去跑 然后到了 别人都觉得 这个东西没用了 只有一个最 最有眼光的市长 波斯人市长他认为说这个东西几十年以后 一个城市大概需要 一台了 就是电话 所以这些东西技术的眼镜 所以你要预测 有点不见得 不见得会退 那有个网站专门谈这个 你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 所以不止政治人物会说错话 这个这些 这些这种很厉害 很有眼光的人 常常会预测未来都会错误 那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本课当然谈的是比较新的东西 当然也会有 跟预测有关 所以这些部分的背景 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那这里是 我想 资管系可能都看过这个图了 这technology acceptance的这个 这一个图 就是说 你任何一个 技术出来以后 那 有些人他很早就开始 这个 纵轴是customer 这个 就是customer百分比 那这个 横轴 是这个时间 刚出来的时候呢 很少人会去用 那early adopter 大部分 至少资讯科系的 应该要 要做early adopter的 early adopter 以后 有的时候就可能会 这个技术就没了 那有的时候呢 会early majority的 pagnosis 像 像facebook facebook现在大概是在这里的 还没有找到最高的 他们在这里 然后呢 就 就是慢慢的 慢慢的就下去了 下下去 随着时间来 就有新的东西又起来 所以 这个每一个技术的 大概acceptance 大概都是这种 曲线 那 那这个 这个图我常常会用的 那在任何一个 谈到新的技术的时候 这个是 Gartner的 hype cycle 那 我资管系统 资工系统应该有 我上个 资管系统应该有 应该有没有 其他课程里面谈过 这个应该很多都谈过 就这个课 最好的一个公司 在目前 在人类社会里面 预测各种 他什么都预测了 那 那这个各个技术啊 这个他都预测 医疗的 云端的 或是各个进一步 green 然后他都预测 那 那 那这个在 资讯相关的技术里面 他在2009年的 7月的这个 cloud是在上面了 那 那这个 public的 virtual virtual world 就是 second line 在这里了 那大概在 三年以前 virtual world 是在这个上面 是second line 在这个上面 那走到上面 就会往下跑了 那web 2.0 现在已经到这里了 已经到这边 大家已经都接受了 你在用 你在用一些match up的 你在用那个google map 你在用这个facebook 你在用这些东西的混搭 你在写blog 你在用wikipedia 这些相关的这些东西 像wikis 他也特别写出来 那这个都已经变成 生活一部分了 他都已经走到 这种平台上 所以大家有一个 那这个 期望值最高的时候 在新闻上面 看到最多 但是 有的时候就会 那这个图里面 还有一些 这个颜色的不同 颜色不同代表说 这个东西大概还要 两到五年 或五到十年 或者是十年之后 才能够这个 会被广泛的 大家接受 那 大概这个图 是这样看的 那 那Gunner这个图 我觉得很有参考价值 但是Gunner 预测准不准呢 他常常反悔的 这一期跟下一期 今年跟明年 也拿来看 因为你知道 那些很厉害的人 都预测不对 这个Gunner 是一个那些平凡人 大家起来 还预测呢 所以常常会预测不准 但是呢 是很好的参考 如果 如果你有兴趣的技术 你要想学的东西 这上面他都还没预测的话 我建议你 就是 除非你想 这个尝试 多尝试失败 不然的话最好 就是不要自己去 主动的去 当然你创业 除非你很有愿景 要投一身的力量 到什么样的东西上面去 不然的话 这个趋势大致是可以参考的 那2009年这样子 那这个 那这个是 2011年去年 去年的又有一点变 靠 可能已经往下走了 然后有一些在往上 argumented 扩充实境 我这门课会谈 会有一堂课来谈 扩充实境 在这里 那有一些东西在出来 像这个脑机界面 这有另外一门课谈 那个脑资讯学 有一点谈到脑机界面 那这个还早了 还要这个 10年以后 才可能用脑来控制 这个界面 电脑跟 这个人脑的界面 那这个还要蛮早的 那所以 有这个曲线在这边 在 大家都可以参考了 那Public Virtual World 又往下走了 走到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3D的虚拟世界 现在差不多在这边 那但是它都还预测 5到10年之内 那前面是 去年是预测多少年 是 2到5年 那今年预测 已经 已经5到10年了 所以3D虚拟世界 要被广泛的接受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呢 它有 它不会消失 它有它的价值在 就跟你玩 玩电动的人 不会 这个3D魔兽 这个不会 不会每一个人都去玩 但是它一定会在 游戏是绝对会在的 OK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介绍 那今天大概有 第一堂课就 Web 2.0 Match a Cloud 这东西这个 大家都听过 听过了 但是我会很快地 谈一下 那Web的进展 因为我们 为什么 你说这个 大部分的 现在游戏 你都必须要装一个 那个 这个卡丽单的 的这个软体 并不见得都是 很少在Web上面 但有一些是在Web上面 但有很多不是在Web上面 尤其3D的 这个3D的 这个 当然不在Web上面 那 那这个 那为什么要谈Web呢 趋势是 到Web上面 Web这个communication protocol 即使是有的时候 看起来不在Web上面 它最后通的 它的程式写作 还是 它的communication的 这个机制 也还是透过HDP 那传资料的格式呢 我会稍微提到 也是标准资料格式 也是透过SML 那这个 所以Web的发展很重要 那Web从 从这个 199 192 193年 那个时候到现在 叫接近20年了 10几年了 那 1.0 2.0大概是 那3.0是什么 4.0是什么 很多人有不同的讲法了 那我们就 基本上一直也在演变 那下面的那个 用的protocol 就它用的这个协定 然后资料传承 慢慢的都标准化了 那你没有标准化的东西 要在 要在这个 这个人类社会中 要存活 要广泛的 那蛮困难的 那大概有时候 没有标准化 你一时可以起来 但是 所以像 一直可以起来 但是慢慢的 也会被淘汰掉 那 因为要有经济规模 那 那像 我举个例子 像Facebook呢 它 现在就大力的在 它没有讲 Web 3.0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 以大家对 Web 3.0的认知 Semitic Web 或是Facebook 最近在做的这个 标准 OpenGraph等等 它就是往 Web 3.0的地方走 所以基本上 Web的 Evolve 就是它的 演化 是有在 它不是革命性的 它是慢慢的 在演进 在改变的 所以很多人在 在这个 如果一开始 我使用浏览器 我用电脑 我就用浏览器 或者我学开发 我会了ASP JSP PHP 我会了以后 我觉得 我很想 我Web都懂 其实还差很远 因为它一直在演化的 那个ASP PHP JSP 那些都是1.0的 时代的技术 然后到2.0时代 技术又 很多很多技术 又在变 有新的技术 又加 等一下我们稍微 有一个图绘看一下 这一堂课的最后 好 那Web 2.0到底是什么东西 主要呢 我们现在还是在Web 2.0时代 但已经走到Web 2.0的中后期了 很多人说这是后Web 2.0 大概是2005年 2006的时候开始 那2006年的时候 那个时代杂志的 那个年度风云人物呢 它是一个平面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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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像 一个银色的 一个 空白的东西 你去看 风云人物是谁 就你看到 这是什么 是你自己 结果 那他为什么会说 年度风云人物是你 你去看他文章 他就说 这就是Web 2.0的时代 然后 你就是风云人 为什么 就你要参与 你不参与 你就跟这个时代脱节了 为什么像我们的课程里面 有什么共同笔记 有什么东西 要大家 大家这个 有Facebook的这个 就要大家参与 不参与的话呢 你不去 你不去动手 不去参与的话呢 那你就 就不在这个时代里面 所以 所以这个 时代杂志 它的这个封面 就是 那 在2005年的时候 Tim O'Reilly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卖书的 对 那他 他是把Web 2.0 推上台面的 很主要的一个人物 他写了一篇文章 那 他的 他的这个 文章里面呢 是 他的文章里面呢 是 这个 说Web 2.0包含了 很多 很多人参与 然后有这个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群聚智慧 有很多人一起来 然后呢 介面会比较 更丰富 就使用者介面会 更丰富 然后 那个服务呢 就在云端了 他没提出云端那个字 云端这个字 其实很早就提出来 但他在 他没有特别提出来 他说那服务呢 是永远的beta 你坏掉了 你不能让 就是你 使用者看不到 对开发者而言 这个 他要不断地 在维护 他的服务 不能够说 所以我今天停机维护 然后这个 让使用者 如果接受 像辅大经常会 这个样子 停电 服务就砍掉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 或教育部 学术网络 常常会这个样子 有一个人把设定 更改了一下 大家就不要用了 那个都是过去 现在不行了 这样你就被淘汰掉了 我就选择其他的服务了 所以 既然有这几个概念 那 然后 外面的一个平台 然后 整个开发 那是用match up 用混搭的时候 来开 开发变得简单 那混搭是什么 等一下再看 基本上它是一个概念的集合 主要还是说 大家在参与 等一下我们有个图 会比较 大家就了解 所以 有人就画一个这个图 什么叫web 2.0 就很多人都在参与 其中使用者 开发者 管理者 大家都在参加 常常就举例子 就会举的是 wikipedia 是最明显的例子 youtube 或者facebook 这些都会被举出来了 那在当时 这个不是当时 后来 这是我 那个时候开课的时候 那时候你看 所有networking facebook还是一个小咖 这个 那时候我们课程里面 已经开始在写 facebook的应用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还很少人用 还没有中文版 有中文版 以后是在开始 有游戏的时候 去年前年 前年 前年暑假的时候 台湾才大量使用者 这个进来了 但那个时候 facebook当然这个 如果看电影 大家也知道它的开发 所以 的过程了 那它还是在 外面的这个 中期以后 它才 才进来的 那 那有很多这类的服务 都是 吸引这个大家 来参与 沟通更方便 那 那有非常多 那YouTube 那个时候 刚被Google给 收购了 还有很多了 非常多的 这个应用 那我就不谈了 那整个比较的话 我通常都用这个图了 整个比较 1.0跟2.0比较 很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 运作模式 过去是一个网站 一个网路服务在后端 你登录注册 但是呢 然后你就是 他给你服务 你去跟他用 你有账号密码 那在外卖店里面 你进去以后 你运作的话 是个人 人跟人 点对点 同材式 就同材 P2P有时候 叫点对点网络 有的时候叫 同材网络 P2P 你在用bit torrent 下载 下载档案 或者用email 或者用其他任何的 或你看PPS 你在做这些 这些的运作模式 它后面都是 P2P 是点对点 我个人的 个人的沟通 不管是档案跟档案 档案千人小小的分散 或是我人跟人 的直接的 那都是 点对点的 那这个 P2P的沟通 是外面很重要的 然后 内容都开放 分享 你想要把什么东西 藏在我自己家里 不让别人 藏在我这里 不让别人知道 那这个 你就太傻了 因为所有东西 你的东西 还不见是最好的 你藏的东西 有更好的东西 在那边 大家都把它开放分享 然后呢 在活动里面 就会参与 或者说是在服务里面 参与 有贡献 然后呢 也建立你自己的 自己的内容 自己的资源 就在这里建立起来 所以它的概念 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比较封闭 就把东西给 藏在我家里 我服务 我自己 把几个高手 弄在我家里来开发 所以现在 在这个 外表点就不太一样 那使用的时候呢 就是 过去的话 就是 自己 静态的社群 等等 那现在呢 都开放出来 那 可惜式的身份 这个 你每个人都会 自己变成一个 你写blog 你自己就变成 自己等于办一份报纸 写得好 你自己就有个报纸 边回来订阅 你弄video 你这个 你这个 拍得好 或者有内容的话呢 你就变成一个电台 像即使像我们 那个课程的 这个课程 大概两年 YouTube两年 都不到三年 那就几十万人在看了 就几十万人次 就很多了 我们同学 他很少 但是在外面 就会有人来 就会有人来 来 所以每一样东西 只要你有做 那自然就会有需要的人 就会 像中国大陆 他们还 有些人还去烧成光碟 在 我不知道有没有卖的 我看到他们在 烧成光碟 我自己就很有成就感 我在上课的时候 大家有同学来睡觉 还是什么 那这个 那陆架摆在YouTube上 居然有人在做这种 那这些 这些就是 就是说 这也是web2.0 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个 那同学 当然有好有坏 那同学 的presentation的这个报告 你上了YouTube 你上了这个 也是大家都 开 每个人都可以贡献 那好的东西 坏的东西 大家一起这个 就分享 当然也会有坏的 隐私 等等 负面的这些也会产生 那 那内容呢 过去是比较集中式 然后这个 那现在是分散式 然后可以加上一个标签 然后就连锁聚合 很多东西 如果你用RSS reader的话 你就知道内容可以聚合起来 然后再做加持 像我过去 我去什么餐厅 就是在一个餐厅的网站上面 或者是一个实际 在这个 我写上我这个 去餐厅的这些记录 我写日记 写实际 那这些东西呢 只在一个网站上面 那现在很多 很多东西都可以汇聚在一起 那怎么汇聚呢 主要要透过MeshUp 透过混搭的这些 技术 把它汇聚在 内容汇聚在一起 服务把它汇聚在一起 内容呢 可以汇聚在一起 那问题在哪里 问题也就是 它里面内容里面 有很多的 可能很多的 垃圾 杂质 会在里面 那软体开发呢 软体开发当过去 就传统的软体开发 同样的一个网站 然后再做这些 那软体开发 比较重要 云端其实主要就在讲这个 等一下我们讲 云端的时候主要在 软体开发最重要的 所谓 就开发AP 云端有很多的层次 等一下我们看 一个云端各自表述 不同的类在看那个云 可是就开发者来看的云端呢 基本上是提供 service给别人 不管后面有什么东西 每个软体都是service 那这个 或者我们 我等一下再看 任何东西就写成服务了 不管你后面写几个程式 但是外面看到 都是一个服务 那我就使用这个服务 然后 那我怎么样把后面 一大堆的这些东西 把它变成服务 而且那个服务呢 必须要永远的beta 也就是说那服务不能够间断 所以这个软体的概念 跟过去的概念 有一些些不同 那经营的话呢 那经营的话 就是更open的 open的结果 其实也很好 也很惨的 好的是这个 什么人都可以来经营 那惨的是 过去 你 过去你封闭式经营的成本 越来越高 像我最常举的例子 就是Moodle的 那台湾在这个 大概2005年 2000到2005年左右 我们的开发那个 这个线上教学 教学服务的公司 就是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类似我们 ICAN这种公司 大概有50家左右 那50家左右 每一家都有成型设计师 等等等等 来这个开发 开发然后卖 把这网站卖给你 包含我们的ICANN 买的ICANN 那是文化大学 他们开发的 那 那可是 都不便宜 那福大到处都投资了不少 这买买了好多个 那各个学校都买 那可是有另外一个呢 Moodle Moodle是什么呢 Moodle就是一个open source open source的这个 那它是 它里面没有用几个人 就大家一起来开发的 开发以后呢 同样也是一个 学习管理系统 那那个学习管理系统呢 那你把它下载了以后 你自己就可以 管理你的课程了 管理你的学生 管理你的 就是跟我们ICANN一样 自己就可以管理了 那 那 那这个 那谁还要再花钱去买 买那个 服务系统呢 那它更厉害的是 那一个是 这个 我有open的 当然你有一个门槛 那我要去把它下载 我要安装 我要这个 那我要雇人 对 我要请一个 像我们叫 学校请职员 请助教 请一个 来专门管理这个服务 那他 他就想到 这样的话 那他把云端概念也用到了 就是 那 那你要再请一个人 那你每个月交给我五块钱 十块钱好了 然后呢 我 你把你的服务 摆在我的 我的这个后端 对 摆在我后端 后端就是摆在他那边 那我给你一个 DNS 我给你一个这个 URL 对 我给你一个这个 Domain Name 这看你要 要有什么样的plan 都可以 那 然后呢 你的学生 你的老师 就到我这边来用 我给你一个 让你看起来是你自己的 学校的一个 学习管理的网站 那有什么好处 你就不要再请城市 你不要请人管理人 你省掉你的这个薪水 省掉这个 那用的时候 你用我这边的服务 那我来 这个就是云端的 基本的概念 所以 那这样看起来都很好 大家都很高兴 常委效应也有 常委效应就是 我去 我去买书 我去书店 成品 那个24小时 再好的话 他那几层楼 虽然很不错 有咖啡厅 有什么 都在一起 有餐厅 百货公司 可是 他能摆的书 还是那么多 还是有限 那可是网路上面呢 那所有的书 对 那个 我都可以在网路上面 采购 那我在网路上面 采购的话 那 那 他们发觉 后端的 买的比较少那些书 加起来的那个 常委 尾巴 我想 也许资管器 可能都看过 常委效应那本书 后面加起来的那个 那他比前面的那个 的经营的这个 经销额度还要高 那 所以那常委效应 那常委效应 那常委效应不见到处 都可以发挥出来 有人就在讲说 在台湾可能发挥不出来 为什么 台湾市场比较小了 像大市场 台湾市场比较小 这常委可能就 台湾的常委非常小 所以就没有办法发挥了 那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些都是在经营面 web1.0跟2.0的不同 那 那 那这个 那好处是 大家都看到这些好处 也看到机会 那坏处呢 我们刚才讲说 那50多家在写 学习管理系统的这个 的这个 公司 对不对 要倒掉一半以上 那 我有这个 好复 我为什么要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如果你 你只会这个 管理系统的话 那别人没有人会 以后没有人会 让你自己在 当然也不是说没有人 我有private的 还是需要 我只会管理系统 我只会 我 不是说我会 我最会这个 砍掉重电 重关系统 对 那就没有用了 因为不用你砍掉重电 云端再砍掉重电 你不需要会做 做这种事情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些都是 有变化 整个 所以整个观念上 有一些变化 那这个变化不是今天开始 这个大概是 这同影片我用了大概 2004年 2005 我已经用了五年六年 但是在每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同学 怎么世界有改变的样子 这个 这个 这早就变了 这个 好 那 继续怎么变呢 继续变化 三眼就是Semitic web Semitic web 这边我都不多讲了 就是说有更多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已经 Google CEO 已经不是他了 Eric Schmidt 这个已经不是他 他前任下了 就整个 整个来讲 这还有点模糊 定义有点模糊 但基本上 就是说所有的Service 所有的网站 他们在网路上面 交换的时候呢 都是标准的格式资料在交换 标准资料格式在交换 而且是有意义的资料 那 这个 有很大困难度 就是你 谁都不愿意 我用你的标准干嘛 我要用我自己 我建立我的标准 我来统一世界 为什么要用你的标准 可是呢 我们要好好的沟通 一定要有一个 不只是技术上的标准 而且是什么 Semitic 语义上的标准 不只是这个语法上的标准 SML 是一个技术上的标准 可是SML到底 我们两个都是做这个 video的 我们两个video 到底要不要用 我们都知道用SML 但是我们到底 怎么样定出这个video标准 那我们要合作 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profile 人的基本资料 我的网站的基本资料 跟你的网站的基本资料 我们要真正的在网络上面 能沟通的话 那那个标准呢 你的公司叫你的 我的公司叫我的 当然我们两个私下 可以签个协议 我们就可以沟通了 可是在整个开放的世界 要沟通呢 没那么容易 那现在Facebook 是有在往这个上面走的 如果有兴趣看看 Facebook的OpenGraph 那这个 我们那个明年 那个新兴技术的课程 就主要要 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 好 那外表点要谈到这边了 那接下来是 Meshup 很快谈一下Meshup Meshup是什么呢 Meshup混搭 就是说 那这里包含了 内容的混搭 跟服务的混搭 混搭就是 混搭这个东西 用在很多地方了 在那个音乐里面有很多 影片里面有很多 像台湾最近 这个也是混搭好久了 不管是 你去餐厅 吃什么那种 Fusion 餐厅Fusion 衣服也有 就是各种风格 建筑设计 或是室内装潢 都有混搭 搭在一起的很有品味 搭的好的很有品味 搭的不好的就 就很恶心 或者很难看 所以每个人品味不懂 那怎么搭 那video的非常的多了 那台湾这两年 这些乡民喜欢用希特勒来 希特勒那个影片来搭 那其实已经是老梗了 但是大家 大家 其实已经很多年以前 就是YouTube早就一堆了 一堆很有趣很有趣的混搭了 那这个 那 那 那我们在先看什么混搭呢 就是把做开发应用 开发服务的时候 我把内容跟服务 内容就是我的data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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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把它给 给聚合在一起 那聚合的话呢 当然就会产生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出来 像 他昨天我在Facebook上面 分享一个 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那个 Sprite 雪碧的新广告 对不对 有多少个人看过 雪碧的新广告 有个人看到 两个人的搭在一起 周杰伦跟Coby Bryant NBA的那个Coby Bryant 他这次 这次是个混搭 然后呢 周杰伦的那个新歌里面 英文也来了 这个 然后这个 当然他原来的曲风 他也在混搭 所以这个 当然他更有商业行为 更厉害 对 他商业行为 他能够打到国际上去 那这个 那这些都是 所以现在很多很多都能够这个 都是在用这个技巧 用这个混搭 所以 那我们开发的时候 混搭很重要 所以大家就概 感觉有新的东西出来 不然的话 旧的东西一直在 你要创出一个完全新的 innovation 你要完全创新 很困难的 所以这个混搭很重要 那我们就 就IT的技术来看 就information ICT的技术来看 混搭有很多的层次 第一个 最下面 Data Feed RSS 我们这个 我最基本的一个 我每天要订阅很多的东西 我要看很多的东西 那我只要用Feed 那在Facebook里面 有Friend Feed 很多的Feed Feed就是 我把它要输入了这些Data 把它聚合在这里 那然后API的Feed 或是Code Library 有好多层次 故意的Tool 或Platform 一种一个层次 就是所以 我们混搭很多层次 可以做混搭的 那当然 讲是这样讲 真正要做 没有那么容易 这些还有一些技术 等一下我们会看上技术的 这个简单的技术的图 那因为我们这个 不是我们的重点 那为什么我们在 线上游戏的时候 讲这个呢 因为我们的虚拟世界里面 跟外面 跟Web的世界 我们也要混搭 像我们开发的 这个在虚拟世界里面的东西 你要送到外面 或把外面一些真实世界 的东西呢 我们要把它送到 虚拟世界里面来 那这个我们最后一个 Lab里面要做这个东西 大家的Project里面 也可以做这个 那这个互相沟通呢 也是一种混搭 所以 所以这个 大家有这个 有这个概念 有各种不同形式的 平面的 分成Lail 不同形式的混搭 那API的Match Hub 当然是我们的技术 它们比较要注意到 用各种不同的技术 来做这个混搭 那在交换资料的时候呢 就可能有很多的 这种Micro Format Micro Format 譬如说 你要交换你的日期啊 交换你的形式力啊 或交换 那这些交换的 所谓的Micro Format呢 为标准 或为格式 那这些东西 在技术上面 我们这里没有很多时间谈 就是 基本上慢慢都有标准 那传统上都是用SML 那SML它有 它负担比较重 所以在技术上面 格式上有接上 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 跟JavaSquid的 合的格式来沟通 那那个是技术的标准 那用在不同领域上面的时候 他们会定 譬如说我们说形式力 Calendar Calendar最早有Calendar标准 或是这个 或者我们的 这个Friends 我们在做 我们的朋友 我们在电话里面的朋友 那那些东西呢 原来都有一些标准 但是到Web上面呢 就把它简化下来 又有新的标准 那些Micro Format 目前都已经成了标准 像我们用手机 用Android手机 或用其他iPhone 那个形式力的标准 都是已经标准的 不管在 Google Calendar上面呈现 或在我某一些应用上面呈现 在交换的时候 都是标准 所以这个 那标准 使用者他不用Cal这个标准 但是我们开发者呢 就必须Cal 那常常我们在学校里面 写程式的时候 我是做出东西给你来看 好像就动了 动了是动了 这个功能是动了 是连在一起的 可是这个功能 能不能够跟其他的功能 整合在一起呢 那不是这么简单的 就要看你 那中间交换的格式 有没有标准 那没有的话 我要做转换 那转换的话 用Web Service 用什么东西 来做转换 所以这些 这些都是在 我们在看到 外报点赢 很多很多 混搭 很多很多漂亮的 说很好的 未来混搭 非常好 但是后面有很多 这个dirty work 或是比较 比较有黑手要做的东西呢 那必须要由 我们技术人员 由开发人员 来做这些东西 来想到这些东西 那通常 通常老板或是什么 他我丢给你钱 你就把它做好 可是后面的 他通常都不太 不管 他也不care 后面那些难度 必须要知道 或当老板 或当管理的人 必须要知道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最后一张 外报点赢的最后一张 对 那这一张就是 跟大家介绍一下 技术的layer 修过那个外工坊 大家对这样很熟 所以我的课程 大概从第一门课 我大概就把这个 这个图弄出来 技术上 你可以分成clined layer 或protocol layer structure layer server layer 最clined就是浏览器 端 就我们使用者界面端 server 当然没有问题 server就是 我们后端 后端可能是个云端 但是基本上 浏览器一开始 也是连到后端 那什么叫protocol呢 protocol就是我们 传输的协定 传输协定 我们说都是 不是就是 web不是http吗 可是有更高阶的一些 protocol交换的这种方式 开发方式在那里 就是在最 就web2.0以后了 那structure layer 是什么 structure是资料结构 传输的资料结构 所以除了clined跟server之外 我们还要考虑到 这个传输的协定 跟资料的结构 一般来说 我们在看一个东西 使用者看 他只要看功能 只要看功能是什么 功能我可以做到这个就算了 或是我出钱老板 我只要看功能 可是我们在开发者 或是我们一个 系统的建构者来看的话 我们要看 尤其在通讯 在网络的时候 我一定要看你们用什么样的协定 然后呢 传输什么样的资料结构 当然如果你要看系统的话 要看更多 系统的话 我要看系统的架构 我要看系统的这个 那更多了 那我们就先不谈那个 在云端的时候 另外一张头里面 我稍微介绍一下 所以 看一段有哪个技术呢 除了以前是HTML 或JavaSquid之外 当然很多AJAX 有很多支援AJAX的技术都出来 譬如说JQuery等等 非常多 那HX Flash也是在Client端 那然后 当然很多的Widget的技术 那Client端里面 网页不再是一个静态网页 它上面都是有一棵树 那个树叫Done 叫Tree Done Tree要怎么样处理它 那那些是比较 你对技术要有一点点基本认识 那这些技术太 太啰嗦了 所以这些东西呢 又通通的在HTML范里面 把它整合 所以HTML范里面包含什么 就包含这些东西 包含了HTML CSS Cascading Starship 包含了AJAX 包含 那单单这些东西 跟我们15年前的Web 或10年前的Web比起来 大概多了好几倍的 这个东西在里面 那这个像CSS 或者这个 那Done有些人 还是不是很清楚 AJAX的话更是 你要对协定 对有点概念 才弄得清楚 所以Crime Layer就比以前要复杂很多 当然 衍生出来的安全的问题 效能的问题 等等等等 有非常多的 然后 而且不断在演进 好 那我们跳到Server单 那Server单呢 跟Server的沟通 传统的这个 传统的这个 这个Traditional的 这个方法 就是ASP 所以这Traditional 就是ASP JSP PHP 这些东西 但是大部分时候 都是透过Service 跟它沟通 所以有很多Service的技术 SOA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Web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ftware as a Service Web Service 那很多都是以Service的方式 跟后端沟通 那Service沟通的话 就表示说 我们勾 我不管你后端 是什么程式写的 或是后端 跟后端之间 它不见得是 Crim跟Server 而Server跟Server之间 我两个公司之间 的沟通呢 也是透过外 也是透过外Service 但是它可能没有界面 它是后面后端之间的 这个Server跟Server单 之间的这个沟通 那全部都是透过Service 那所以你那个后端 不管你是用Cobo写的 Java写的 Python写的 什么语言写的 No problem 因为我的转换 都已经转换成一个 标准的一个 Soap 或是Web Service的 这个界面 然后或其他的界面 等一下 我们再看什么Protocol 然后再来做沟通 所以 所以这个 但是呢 透过Protocol的 基础上 所以Server Server 大家看 基础上 在Protocol的 都是透过HTDP HTPS 还是HTDP 所以HTDP 这个东西 是不太会变的 就已经 它是不是好的Protocol 它是个很烂的Protocol 如果我们今天 不是谈Web基础 就是这个 它是个不太好的Protocol 问题是 大家采用了 就跟Internet一样 IP是不是一个好的Protocol IP是一个很不好的Protocol 但是它Open 大家都用了 用了以后呢 我们就只好在这个上面 来求改进 就是这个 我们没有办法砍掉重点 这个 HV也是 HV出来没有多久 就很多比HV好的 就是更适合 类似的 可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大家都已经采用了 当它变成一个 大家都采用平台以后 就是人类演化 演化到这个 这个程度以后呢 那你说某些不好的 我继承了不好的东西 没办法 好多不好的 你都要继承 继承了以后 你就继续往下改进 继续演化下去了 除非毁灭 从来 不然的话 就 所以 HV这个 就会变 不管是 Client Server端 或是Server Server端 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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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着好了 不管是Client Server 或Server Server端 那都是 都是这个 以这个为基础 那在Pro 上面还可以有什么 上面还可以有SOP 或SMR PC 还有RES 那这个我不花时间谈 那如果有机会以后 大家在 或是已经 有同学已经学过了 在Web Service相关的 SMR PC 我们会谈一下 因为在Second Line里面的 内外世界的沟通 它采用的是 SMR PC的这个技术 所以我们会谈一下 所以这个 RES的话 大家就不谈它了 那 传的资料结构是什么 传的资料结构 原来就是一个HVP的Request 一个Response回来 就是原始的结构 但上面都已经包装了 包装成SML 包装成 接上 原来就是 Text 现在包装成各种不同的 各种不同的 更高层的资料格式在沟通 所以这个是 Web 2.0的技术面 我们刚才谈Web 2.0 就谈人 人的 人很重要 人的参与 人的这个 在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其实在Web 2.0的技术面 也是有很多的改变 但是没有在做开发的人 他就比较不清楚 反正我都是透过浏览器 还是浏览器 浏览器 只是越做越漂亮 网页越做越漂亮而已 其实它的下面的架构 已经一层一层的在跌上来了 当然有产生很多问题 安全的问题等等 问题开发 它不断的在变 那我们最后一个 的review是到云端了 云端的这个 我大家都介绍一下 这个什么叫云端 简单讲 一个云各自表述了 这瞎子摸像 但是呢 Obama当选的时候 他立刻任命了一个 这个国家的技术长 CTO 这个是印度人 印度裔 他说 如果你的这个 研究计划里面 不提到这个云端 不提到 Software as a Service 我就会把你的计划给砍掉 那李佳童到那里去 一定是拿不到计划 他就说 那个目的什么呢 就是开放跟整合 其实它背后含义 他最近有一篇文章 在讲美国政府的内容 虽然美国很不喜欢别人开放 就是他很多东西 要掌握去各个国家 但是他自己国家里面 他也知道开放跟整合重要 所以就是开放跟整合 整合起来 过去有很多30年50年以前的城市 data 那这些东西要怎么整合呢 就要靠后端 使用者看 那是一朵云 开发者看 中间我们透过服务 透过服务的技术 web service来沟通 那这个图也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图 这是一个英国Amazon的一个VP 现在不知道还是在那边 他2006年是他讲 你到我这个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去Amazon网页买 Amazon书店买书 我是经常在那边买书的 他说你看到我的一个网页 一个这个 你可以指导我Amazon的这个Gateway 就是这个他首页 知道他这个杂道了 那任何一个这个Application Core 它背后呢 都会有一百个以上的web service在那里 我不是写一个网页程式就简单 我网页程式很简单 网页程式开发 网页程式设计 非常的简单 到我这个网页 后面有一百个以上的service在后面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告诉你 你这个 你这本书买 你自己 第一个是我自己 我自己个人化 你过去买过什么书 你过去看过什么网页 我把你的兴趣弄过来 所以他后面要去mining 然后呢 过去看过这本书的人 然后过去买过这本书的人 他们对哪些书有兴趣 然后过来 那都不同的网站 不同的服务 不同的这个 要收集过来 再整理过来 所以背后有 就一个 一个page后面 有一百个以上service 不是写一个 写一个程式 那我都写一个程式 那我这个 一个page上面的 一个hit 一个page 后面包含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 后面云端的概念 跟我们开发的时候的服务的概念 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观念 所以如果还活在过去的事 我写一个程式 解决全世界的事情 解决 那个是1.0的时代 好 那看到云端的话呢 所以后面一定是云端 前面 云端的话 这个大部分同学都看过 听过云端的这个 software of service platform of service infrastructure of service 各种不同城市 各种不同城市 所以像 我比较常讲 去年的结束的国歌会计划 一共只有七个计划 是这个 题目上面 是有云端 包含我的计划 或者是云端 云端等等 后来再做了 我就不敢写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 就几百个计划 就是说 这个云端已经 已经是 大家都 那不同领域来看 各种有不同的角度来切入 那最上面 当然使用者来看 所有东西都服务 用Google mail 用Facebook 后面都是云端 它都是一个service 那 Priple呢 Priple主要是平台 像Google App Engine 那这个 Amazon也有提供开发平台 那Sailforce也有提供开发平台 Developer看 有各种不同开发平台 IBM也有提供平台 就是 你开发者 你 你不用 你不用开发单机 在我这个平台上面开发 我给你 我给你标准理由 我给你工具 在这平台上面开发 开发完以后 你就放在我的平台上面 那 那最底层呢 是Infrastructure Service 那这个是 说 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虚拟机器 虚拟的这个储存 摆在这个上面的平台 那 那 那你要 你自己家里不用 摆电脑了 我们传统讲的云端 大部分都在这个概念 就utility的概念 就是你 我要报税 我要做什么 我到这个拍卖的时候 我的网路服务的需求会很高 但是呢 你不用自己买 家里买机器 放在我那里 我提供你一个 Infrastructure 那这个例子非常非常多 Infrastructure Service 在这个管理面 所以大致分成这三层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也都 应该都是有基本的概念 因为这都是 资讯科系的三四年级同学 那 可是如果你看进去的话呢 当然就没那么单纯 这观念上很简单 前两年我常常去做云端的演讲 现在不敢做了 因为 如果只讲这个话 没有人不知道 那 现在就要进去了 进去的话呢 有各种不同的这个Hadoop 有分担式系统 有各种不同的 的这个 那 那些我们先不谈它 单单是 云端的后 我要提供云端服务给别人 就包含很多 除了这三个服务之外呢 你有 你的管理部门 这部分呢 你要签订Service Service License Agreement 的管理 包含了 副帐 等等 然后包含了安全 然后包含了 非常非常多了 就这个 就单单在管理上面 那不要谈它硬体 硬体的部分 虚拟机器的 那像不管是Google App Engine 或是这个 Microsoft的 这个Azer 他们 后端的资料储存 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储存的话 我们这场课当然也不会讲 如果在分担式系统课程 或云端的专门 研究所云端课程 谈到它的档案系统 然后它储存的话 你就发觉 原来 它储存一个笔资料 后端一定会有三笔 这是 如果为什么要三笔 都有一些背景的了 那这个坏了以后 不可能 那么多 那么多的 这个十万台以上的 或者更多的 这个 主机在那里面 我一个月抽换 所以我资料要 要怎么样的 这个备份 储存 在技术上面 有很多更复杂的东西 但是这些都 害在使用者 使用者看不到 甚至开发者 也看不到 那云端背后的 技术也有很多了 那这些技术 都不是今天才有的 早期在平行处理 在分战式系统里面 早就有了 几十年了 正至于我们现在 最常用的 Hadoop的系统 Hadoop的服务 在平行系统里面 大概在云端里面 都还是刚开始的 只是在Google搜寻的时候 用这个是OK的 大部分事情 它都没办法做 还有更多更多 早就已经开发好了 都慢慢的会推到云端上来 所以这个还有很多的 在后端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发展 OK好 那我想我们这个 review就到这边了 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们再进入 这个second line 这个主要的部分